再来看到公投即将在12月18日登场 而民众党立委蔡碧如特别举办了2021公投环台走一回宣传活动 那么第二站是来到了这个花莲 民众党是分别在各大传统市场和东大门夜市举行街头宣讲 同时也举办座谈会来贴近民意 那么蔡碧如也呼吁大众踊跃公投 表达反对执政党不适当的政策立场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举办2021公投环台走一回宣传活动 主要是反对核四重启反对莱猪进口 公投不赢榜大选还有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大潭藻礁地区等四大议题 藻礁 所以它那里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一个海岸线 那希望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能够让民众对这个藻礁有点认识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公投 然后让它好地保留下来 那公投的议题另外一个就是莱猪不要来 去年呢这个有含有莱特多巴胺的猪肉 执政党一意固行的一定要让它放行 那我们是希望它不要来 如果它确定要进来的话 一定要源头管理明白标示 只要去标示上面有没有含莱特多巴胺 可是现在执政党连这个都不愿意 所以我们才会发起这样的一个公投 希望这个含有赌了莱特多巴胺的猪肉 不要让它进口 那另外一个就是核四的议题 核四呢这个已经是国民党民进党 连沦流执政经过了四十年 花了三千亿一度电都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的民众党的主张是 大家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吵它要不要重启 它已经封存了就让它封存了 好好的往前走 那公投要不要绑大权 我们民众党认为不必然要绑大权 9月10号大清早 蔡碧如一行人从清水断癌拍摄宣传影片 接下来前往各大传统市场 还有晚间要去东大门夜市举行街头宣讲 而中午时刻还有一场座谈会 要倾听花莲乡亲的心声 蔡碧如强调 这一次主张的四大议题 都攸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维护 他也呼吁民众要踊跃参与公投 表达对执政党政府不适当政策的反对立场 借吕慧欢是报道